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クリスマスイブということで 道行く人にご予定を聞い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すみません ちょっとよろしいですか はい 今夜はクリスマスイブですよね どう過ごされるんですか 家でおでんを おでん 彼氏と一緒に 一人で お忙しいところ失礼しました じゃあちょっと違うカップル行きましょうかね ん 这就是我们故事的女主 南沙街香 一个唯唯懦懦不善打扮 毫无魅力可言的四眼土妹 第二天上班时 因为是一款手表的受众 主管点到她的名字 让她以30岁的女性视角 根据自己的恋爱观 整理出一份企划书 作为零恋爱经验的女主一脸茫然 男只好回到家 向自己的好闺蜜 也就是自己的合租伙伴尤美寻求帮助 但却被她吐槽 我们不是一类人啊 告诉你我的恋爱观也没用 原来男这么多年 没有恋爱经验的原因是 她一直心有所属 暗恋着自己的青梅竹马 长她15年 并且为她一直守着真操 回过神来 竟然已经成为了一位 30岁的老处女 尤美建议她放弃青梅竹马 另寻新欢 但却遭到了女主的拒绝 受不了磨磨蹭蹭的男 尤美只好夺过她的手机 拨通了青梅竹马亮姐的电话 让她在30岁真正到来之前 去勇敢的告白吧 在狙击乌一番寒暄之后 难得知这几天小亮 跟女朋友好像并不顺利 于是她试探的问小亮 后天有什么事吗 小亮一边回答说 没有什么事 一边更是主动约女主 一起庆祝生日 尽管男觉得在小亮 和女朋友关系 不太好的时候这么做 有些称人之威 但尤美却告诉他 恋爱就是战争 这15年的感情 是否能够传达给小亮 就得靠后天的告白了 说得很对 就这样 男安满怀期待地 睡了过去 又能够传达给小亮 我可以估计我的感觉 被人吊了 女主居然一觉醒来 躺在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家里 偷偷地告诉大家 这里可是古川小哥的家里 醒来后女主可以说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发型变了 还戴上了隐形眼镜 衣服也穿得非常时尚 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 不过这还没完 之后女主又被古川小哥告知 自己的初夜初吻都被他睡没了 还跟他同居了很久一段时间 这要换成某些人 可能会开心死吧 但是单恋了 青梅竹马十五年的男 却表示很不开心 我绝对没有那么厉害 那我告诉你 你现在没有女性 我最初的相手就是这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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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再出发 回到公司 它已经不再是那条单身狗了 而是一个人人羡慕 嫉妒的献冲 不仅如此 它还在NS上秀起了身材 应该说身材已经很拎身了 它不仅练出了腹肌 还收获了一票粉丝 花了半天的时间 男才终于搞明白 原来自己一觉醒来 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前两天还是平安夜 今天就到4月5号了 自己的生日也过了 跟小亮的约会也泡汤了 作为一个相信科学的女主 她并没有去想什么穿越梗 而是怀疑自己得了精神病 于是她就去了医院 结果真的被确诊为失忆了 也就是说自己丢失了三个月的记忆 这一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自己完全不记得了 走投无路的男去投奔闺蜜 却得知闺蜜结婚还怀了孕 于是自己自愿搬了出去 现在彻底无家可归了 在这个非常无助的时候 她决定去找小亮问清楚 可是去到小亮家 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开的门 原来小亮也去国外了 甚至还跟小姐姐求了婚 啊 女主扎心了 三个月居然能发生这么多事 而男仅用一天时间来消化这么多内容 感到有些无助 怀疑人生也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 她大半夜坐在长椅上 非常委屈地哭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古川小哥 非常适宜地出现了 并且做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 我就猜到你会在这里 接着 他们进行了一番非常狗血的对话 我会在这里的解释 我不能覚悟 但我只能覚悟 但我只能覚悟 我只能覚悟 所以你不太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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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我怀疑和困顿之后 男中一股起勇气告诉古川小哥 他想回忆起这份丢失的记忆 想通过和熟悉的人一起生活 来想起他那段被忘掉的三个月 最后男搬回了古川小哥的公寓 并约定他睡在卧室古川小哥睡沙发 但是一觉醒来又高能了 你们俩不是说好分开睡了吗 早上 今 私に何した 周り 寝ボケてた 我感到很痛 我感到第一次 南紗友香 彼氏以内歴30年から だから ファーストじゃない 一通の 信じらんない いきなり 同性生活スタート あんたにセフレ やったことないです 寝た男の顔忘れちゃったの これだから少女は お前は一人じゃないんだから ちょっと来て 知りたいんでしょ 本当の自分 今夜中にここを出るって決めたから まさかの ビッチか